赫利眼前士兵一旁还有人持枪戒备 乌克兰国防部释出影片 证实他们的海军陆战队 成功俘虏侵占顿巴斯地区的俄国民兵 挂上蓝黄旗帜 乌克还拿下俄军坦克车 出动武装部队 阻止数千名试图突破 吉普村落墨迅到市中心的敌军 乌军同时监视乌克兰东北和东南两条战线 因为俄军正试图从这两个方向 往乌东的盾内刺客发动攻击 你看看这些民党的区域 他们这里建立了 无许可怀 这些银子在南部队 从当时的奥运 现在发现新的 无许可怀 无许可怀 现在这里没有继续 俄罗斯增加对乌克兰东部的攻击火力 现在包括哈尔科夫和东部的克拉马托尔斯克 都遭遇持续轰炸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把美国的最新分析 分享给欧洲的官员 因为他们评估 俄乌战争恐怕还得再打至少八个月 甚至可能一路达到今年年底 全球的经济恐怕得准备好 面对战争冲击 TVBS新闻 卢洪超红亭泰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